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我之前稍微说到过,说什么叫做合适的工作,合适的工作呢,起码涉及到下面三个因素的协调,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你自己,你的特长,你的喜好,你的兴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工作本身,行业,公司,岗位,第三个因素呢,我管它叫做宏观的外部环境,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等等,当这三个因素协调到一起的时候, 你身上的所有的才能智慧,你的技术专业,就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合适的工作,我们做职业规划,为的也就是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讲过了行业公司跟岗位怎么选择,你现在心里面已经非常清楚,什么叫做好的行业,什么叫好的公司,什么叫好的岗位了,但是不是行业公司岗位都特别好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它,未必对吧, 你,你本身就是找工作当中的重要的一个需要协调的因素,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主观方面的什么因素呢,比如说喜不喜欢,这是很多人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句话,哎呀,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妈给我找的,对吧,我更喜欢什么什么工作,喜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005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做了一场演讲, 他说,你一定要找到你所爱的东西,成就大事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他的建议就是追随自己的激情去工作,这就成为很多人找工作的指南,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非常棒,我恭喜大家,但是乔布斯是不是天然的就对商业,对电子感兴趣,对手机感兴趣, 不是,乔布斯喜欢研究西方历史和舞蹈,在他21岁的时候,他还经常跑去产修中心做修行,所以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还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喜欢,我们常常有误解,首先喜欢是特别容易变化的,我可能这个阶段喜欢这个,那个阶段喜欢那个,可能我原来喜欢,但现在不喜欢了,再有呢,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我并不一定非要去从事对应的工作,等等,在我看来, 如果大家真的有长久喜欢的恒定热情的东西的话,那么很棒,你就从这一点出发去找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对喜欢这个词的感觉还比较模糊,那么你就要去考虑一下另外两个词,一个叫做价值观,一个叫做优势,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优势可能会决定你的兴趣,当你做的这件事情符合你的价值观,而且呢,能让你把身上的优势发挥出来,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激起你的激情, 这两种喜欢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大家发现没有,如果从激情出发去找工作,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激情思维,抱着这种思维出发,我们经常考虑的是,我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对吧,如果你从价值观跟优势出发去考虑问题,通过了解自己的价值观,通过不断地精进自己的优势,最终让自己喜欢上自己的工作,那么这是工匠思维,我们随着对工作的精进而喜欢上它, 从激情思维出发去找到喜欢的工作的人是很少的,更靠谱的是从工匠思维出发,比如说我,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周末几乎都不休息的,人家说,创业者应该平衡工作跟生活, 但是对于很多创业者而言,他的生活就是工作,所以他没有生活,我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那你说我苦不苦,有的时候会觉得累,但是很少会觉得自己很苦,为什么,因为我做的这份工作,它符合我的价值观,通过我做的这份工作,我们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我们教大家怎么读书,教大家怎么写作,怎么演讲,教大家怎么样找一份工作,通过这个过程,我所获得的成就感,不是做其他的事情可以比你的,所以我非常享受它, 可是你问我说喜不喜欢讲课,我很难回答,我并不觉得讲课是我天然喜欢的事情,而是做这件事情符合我的价值观,所以我才喜欢上了它,你发现了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决定我兴趣的一点是我的职业价值观,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所以我才能够保持长久的热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啊,美国职业规划大师叔伯把常见的职业价值观总结出来了, 一共有15种,包括利他主义,包括审美主义,就是你工作是因为你希望把美的东西带给世界,还有智力刺激,独立自主,成就满足,声望地位,管理权利,经济报酬,安全稳定,工作环境,上司关系,多样变化,同事关系,生活方式等等, 这些呢就属于是职业价值观,大家来对照着看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你像我就很典型嘛,我当年这个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找了一份工作,还挺体面的吧,看上去,但是我立刻,没有立刻,我待了三到四个月,我就辞职了,真的受不了,太安全了,太稳定了, 所以说安全稳定,它根本不可能是我的职业价值观,我的职业价值观肯定是追求独立自主,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创业了嘛,当然我的例子是比较极端的哈,不过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先去确定一下自己的职业价值观,从这15个当中去找哪个更符合你的职业价值观,第二呢,去看一下你所求职的公司的气场是怎么样的,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如果价值观不符合的话,实际上你在这个公司, 会很难受,这也是为什么往生的时候,很多公司都会就是让你做测试,去测试一下你的价值观,他们就是想看看你跟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符合不符合,每个公司的价值观当然是不一样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官网跟公司的对外宣传去了解,我帮大家搜集了几个案例,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华为就强调低调务实,比如说字节跳动,也就是头条,他们喜欢就是被数据驱动的那些理性派, 还有这个阿里,创新能力强,目标清晰等等,每个公司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你的价值观跟公司的价值观是冲突的,应该怎么办呢,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价值观跟公司的价值观不一样,发生了冲突,哪怕你非常擅长做这份工作,你也要考虑换一个事业,因为价值观才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每一个学管理的人都绕不开他的,就是那种神一样的前辈,他刚开始做的是投行工作,他并不是做管理学研究的,大概在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的投行就已经非常高大上了,工资高,社会地位高,你想,彼得·德鲁克这种天分的人, 他去做投行的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好,得心应手,但他一直都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应该去研究人类行为,那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就果断辞职去做了管理学研究,这恰巧还碰上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你知道吗,特别惨,还过了一段穷困潦倒的时期,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管理学大师,这就是我们说的价值观,价值观会决定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如果你的价值观跟公司的价值观, 是违背的,那么其实最好呢,就是换一份工作,除了价值观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对你的兴趣有影响,就是你的优势,你必须要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一个人的优势可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叫天赋,第二个层次叫能力,第三个层次叫知识,好多人都说我有演讲的天赋,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超级演说家认识我的,但是当我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很惊讶的,我一直都没觉得自己在演讲上有天赋, 我在参加演说家之前,唯一参加过的大型演讲就是我大二那年,我去竞选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当时我也没有准备太多,只是到现场去讲自己的经历,讲完之后居然还选上了,但这个事情并没有让我觉得我有演讲的天赋,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并不是属于外向的类型, 我并不特别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讲话,我也不热衷去参加很多的社交场合,所以总体而言是一个偏内向的人,对,我是一个演讲冠军,但我确实是一个偏内向的性格,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演讲方面的天赋,可是当我演说家比完了以后,我再回头去复盘自己的成长, 正在收听,快联系微信客服1225791460进同步更新群,更新群 过程,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在演讲方面是有天赋的,然后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天赋,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需要不断的去说话,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开那个小超市的,农村小超市,你卖每一单,你都需要跟别人聊天,你都需要去做推荐, 它不是那种就是自取的超市,所以我们家那个店每天都人来人往,我妈就很喜欢我帮她去卖东西,她小时候就发现我在卖东西方面比较有天赋,就是来往的客人就是到我们家以后,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空着手走,而且这条街上的竞争对手很多,然后每一家的产品就是差不多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每一家都有六颗核桃,那你凭什么让那些走亲戚的人来你家买,所以我就需要不断的去说服他们,我真的是 是很有技巧,所以我卖的比所有人都好,其实这种小时候的对话呢,就是频繁的去对话,对我的演说能力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在这种对话过程当中慢慢的我就学会了怎么样去体察,就是对面这个客人,他的心思他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种能力在演讲当中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这就是我所谓的天赋的来源,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是通过长期的刻意练习培养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天赋到底在哪里,到底什么是天赋,盖洛普曾经说,人类大概有34种才干,我们说的这个天赋跟才干其实是差不多同一个意思,那这个才干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主要形成在3到15岁之间,也就是童年到青少年时期,这跟我们大脑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把过程想象成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大概有一千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呢就会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你知道小时候我们对外界特别感兴趣,对吧,我们能理解一个事情,那么一个神经元跟一个神经元之间就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神经元就好像是一个大网一样,非常庞大, 错综复杂,但从3岁到15岁之间,这张网之间的很多联系会不断的断裂,为什么会断裂呢?你知道小的时候你对什么都感兴趣,但随着你慢慢的长大,你的大脑当中有一些这个联系,有一些通路就不经常用到了,你可能专注在学习这个部分上面,你经常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不经常使用的那些大脑的通路,它就会断裂掉,你经常使用的它就会保留, 而且那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会变得越来越宽,等到15岁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网上存在连接的部分应该只剩下原来的一半,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基本上定型了,20多岁以后它才会有二次发育,你看这就是我们大脑发育的过程,发现了没有,为什么刻意练习是有效的? 比如说我想拥有这个方面的才干,说话,语言表达,那么3到15岁我一直不停的练习语言表达,那么负责语言表达的那块的大脑神经元之间的通路就会越来越粗壮,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我的天赋或者才干,我的演讲天赋基本上就是这么训练起来的, 所以大家想要挖掘自己的天赋的话,就可以好好地回应一下自己的过去,你在什么地方练习的最多,你做什么事情做的次数最多,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如果这样还是没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找一下盖洛普优势识别器,做个测试,他会给你的34个才干做综合的打分并且排序,包括分析,统筹,积极等,只要关注前五个就可以,前五个可能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且结合自己的价值观, 大概就能够签订自己的工作类型了,发现了没有,元元姐的工作类型是怎么签订的,我的天赋就在这儿,我擅长说话,我的价值观是要为别人服务,要为别人提供知识跟经验,所以结合在一起,我就成为了一名老师,但还有两个因素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人的优势里面除了天赋以外呢,还有能力和知识,天赋最里面外面是能力,在外面是知识,能力就是指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能力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还是练习,日复一日的练习,你的天赋在三到十五岁之间形成了,三到十五岁结束以后,你大脑当中剩下的回路就是你的天赋所在,然后呢,你需要把这些天赋挖掘出来,通过刻意的练习去变成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这个能力才能够变现, 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适合演讲的,因为我能够演讲的场合非常少,我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在演说家之前,我做过的最大型的演讲就是去选那个班尾,但演说家之后呢,我发现了自己的演讲天赋,然后我就会做这方面的刻意的练习, 我做了好多好多演讲的研究,演讲的练习,到现在可以说演讲已经是我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能力了,在所有的能力当中,有一些能力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的, 这些能力呢,可以称之为叫通用能力,有这些能力,你的职业生涯才能够走得更顺畅,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就是社交能力,包括与人共情的能力,协商的能力,以及对别人真心实意的帮助的能力等等,社交能力在未来会成为人类的一大优势,有这一项能力,你就能跟同事相处的融洽, 第二个通用能力叫做写作跟演讲的能力,我跟你说写作跟演讲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能力,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表达,都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就能够把你的想法变成别人的想法,最终变为别人的行为, 所以你想想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的想法能够变成别人的行为,你得有多厉害,所谓销售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我想让你买我这个东西,最终你买了,所以我的想法变成了你的行为,最终我就赢了,对吧,所以写作跟演讲的能力是必须要具备的, 还有第三个是深度思考的能力,好多人呢,他获得了信息不会思考,不会分析,也不会总结,所以大脑当中有很多的信息,很杂很乱,没有办法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 所以深度思考的能力就能够让你在接触到一个新信息的时候去做判断,不是一味的去接纳,然后最后呢,你通过深度思考会形成自己的观点,深度思考的能力是必备的, 第四个呢,就是自我品牌建立跟营销的能力,安迪沃霍尔在很多年前就预言过,说在明天,每个人都能够成名15分钟, 现在就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嘛,个人品牌是很重要的资本,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同事都有自己的品牌, 你知道吗,你要下意识的去塑造你自己的品牌,让你在别人的眼中是那种你想成为的人, 这样的话,你的职场生涯就会特别特别顺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学会自我营销,学会去建立自己的品牌,提高自己在客户眼中的品牌的认可度, 第五个能力呢,叫持续学习的能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所以如果你没有学习的方法,没有学习的能力的话,你就会被世界抛弃的,这是五个比较重要的能力, 能力之外的那一层叫什么来着,知识,对吧,知识是这个里面最浅层次的,最容易获得的, 比如说一些财务知识,比如说掌握一些Excel表的知识,很多专业都有他自己的专业知识, 我们平时为什么那么热衷去考证书啊,因为证书就证明了你在这个方面有知识, 证明了你在财务方面有知识,证明了你在法律方面有知识,这就是证书的作用, 知识是很容易掌握的,你知道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才干, 也就是天赋在哪里,所以他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只看自己的知识, 我这个人会财务,所以我认为我只能从事会计行业, 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对,因为财务知识也好,还有法律知识也好, 我觉得他的门槛都很低,因为他可以通过几个月的系统学习就获得, 所以就是知识可以成为你的优势,但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唯一的这个优势, 去衡量自己应该怎么找工作,其实是不太理性的, 最后关于人的优势我们来做个总结,一共包括, 天赋,能力,知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赋,能力需要可以练习, 而知识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价值观和个人优势上, 在价值观跟个人优势的指导之下,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愿意做的工作, 在心理学上呢,有理论支持的啊,心理学有个理论叫自我决定理论, 很好地解释了一下,就是按照我们这种思路去找工作的好处, 这个理论就指出说,在工作场合,如果你想要有动力去工作, 你想获得动机的话,必须要满足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 包括自主性,就是你必须得感觉到你对工作是有掌控力的, 而不是天天听别人指挥的,不是天天被别人控制的, 这样的话你才会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有意义的, 然后第二个心理需求呢叫胜利感,就是你必须能够感觉到自己能够在自己做的事情上获得成就感, 能够获得胜利,这种感觉会让你有工作的动机, 第三个需要满足的心理需求叫归属感,就是感觉自己能跟别人建立联系, 感觉自己归属于某一个集体,你看这三个心理需求呢, 都要求我们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契合自己价值观的和符合自己优势的工作, 符合自己的优势,你才能够有胜利的感觉, 找一个符合你价值观的公司,你才能够有归属感, 这个工作必须是你自己找的首先,这样你才能够有自主的感觉, 而这个公司的价值观绝对不应该把每个员工都当成是棋子, 当成是指挥来指挥去的一个工具, 到这样的价值观的公司工作你不会幸福的, 你必须得去那种尊重员工的公司去工作,这样才能够有自主感, 所以结合价值观跟个人优势,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工作, 今天的课程做个总结, 第一,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明白自己的兴趣有的时候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职场价值观和个人优势, 第二,每个人的职场价值观都可以归类在书伯的15种职场价值观当中, 去测试得出自己的价值观, 第三,个人优势包括才干能力和知识, 才干最核心, 可以用盖洛普优势识别器去测试自己的才干所在, 第四,未来比较重要的能力包括社交能力, 写作演讲能力, 深度思考能力, 自我品牌建立和营销能力, 持续学习能力, 第五,工匠思维跟自我决定理论, 都要求我们找一份契合自己价值观和个人优势的工作,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工作的动力,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帮助, 看到目标